大家好,我是時考測,歡迎收看一分鐘健身教室 我們上一集節目介紹了安慰劑效應 只要你相信即使是假藥丸 也能跟黑魔法一樣讓你變壯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另一種心理學效應 反安慰劑效應 有一種心血管藥物叫做乙型阻斷劑 它能夠降血壓、控制心跳 但對男生來說有一個不太妙的副作用 勃起障礙 科學家找來一群即將接受乙型阻斷劑治療的男性病患 把它們分為三組 第一組叫做不知組 因為他們沒有被告知吃下肚的是什麼藥 而第二組我們叫它半知組 他們知道吃下肚的是乙型阻斷劑 但並不清楚他們的副作用是什麼 最後一組叫做知道組 醫生很用心的向他們介紹這是什麼藥 吃了之後會有哪些副作用 頭暈啊疲倦啊氣喘啊 當然也包括了勃起障礙 三個月之後他們回診時 醫生就笑嘻嘻的說 你最近這個性行為還順利嗎 結果不知組呢有3.1% 抱怨這個勃起障礙 半知組呢則有16% 知道組呢則有31% 簡單來說吃的要一樣 心理預期不一樣 竟然可以讓副作用增加10倍 這就是反安慰劑效應 剛才那群男性中所有抱怨勃起障礙的 醫生都給他們的一些藍色小藥丸威爾綱 只是這些醫生真的很賊 其中有一些人拿到的是假的威爾綱 可是啊不管是拿到假的還是真的藍色小藥丸 他們的勃起障礙通通被治好了 這個呢則顯示出安慰劑效應的威力 安慰劑及反安慰劑效應的例子在醫學裡不生沒局 但這跟健身有什麼關係呢 在台灣有一些人的觀念 是認為重訓會傷身 搬重的會加速關節磨損 許多來看診的病患會將自己腰痛肩膀痛的原因 歸咎於某一次的搬重物 甚至有些時候拿30年前的事情來講 在科學上我們已經明確知道重量訓練是安全的運動 常做重訓的人反而不容易受傷 甚至老年人也適合重訓 這麼好的運動方式為何在推廣上還是有困難 我認為跟反安慰劑效應至少有部分的關係 因為先入為主的相信重訓傷身 所以只要練完後全身痠痛 做不相干的活動 閃到腰扭傷膝蓋 或者是最微小的一點點痠痛 都會把它當成是重訓的副作用 自己嚇自己也就不敢練了 英文有一句話叫做 中文翻起來叫自我實現的預言 你心中的想法最終會促成事情的發生 就是在講這樣的現象 在醫療或教練間 反安慰劑效應也一樣的普遍 跟病患說你這邊長骨刺了 你這輩子都不能再做劇烈運動了 或者是你蹲下去的時候膝蓋會夾 再這樣下去50歲就要換人工關節囉 這些說法都是強效的反安慰劑 對病患或客戶 是好是壞還很難說 我當然不是說所有的病患都能劇烈運動 或是教練不該矯正重訓的姿勢 但是換個說法就能避免反安慰劑效應 例如醫生說你的X光 雖然有一些退化的痕跡 但我相信適度的運動對你來說還是很好的 以下是一些你可以做的活動 或是教練說啊 我注意到你蹲下去的時候 膝蓋似乎會不自覺的向內倒 讓我們來想個辦法 讓你蹲得更漂亮 這些都是比較好的溝通方式 你的生活中也有反安慰劑的存在嗎? 你有沒有不小心害人家不舉呢? 別低估了語言 可以對別人造成的影響喔 好,謝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請別忘了幫我訂閱跟按讚 我們下次再見,掰掰 訂閱,按讚,按讚,按讚 訂閱,按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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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